潮灘是海灘、河灘、湖灘的總稱 是潮水降落之間的灘地 在地貿殼上被稱為潮間大 由於潮池的作用 泥灘有時被水淹沒 有時又會露出水面 韓國西南海岸圍繞中青南道 泉羅北道、泉羅南道等地區海岸的潮灘 總面積近1,000平方公里 這裡物種豐富、充滿生機 大約有2,200種動植物在這裡休養生息 包括一些當地特有的物種 同時潮灘也是候鳥生存的天堂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說 大約有300種不同的品種 100萬隻鳥類 每年都會來這裡 在這裡休息後再度啟程 2019年申請世界遺產時 世界教科文組織 曾經因為大多數潮灘的面積不夠大 緩衝區也不夠充分 因此駁回 不過韓國並沒有放棄 表示將會在今年7月份舉行 第4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 再次嘗試新委